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摇动着脖子让铃铛发出声响 让别人看到他叮当叮当的 觉得自己功劳很大 别人都没有铃铛 只有他有 然而有一只老狗走过来对他说 朋友低调一点 你没有想过铃铛可能不是奖赏哟 那是通知人家 你来啦 快躲着你 所以恶名赵章 曾被误认为大名鼎鼎的 雪莉啊 你有没有发现 在这个故事里面讲到这个现象 好像我们台湾社会也常常看得到 是 是 你看像最近媒体在报道说 行政执行署啊 大肆在宣扬 他们的行政迹象达到6080亿 这6080亿是什么概念 就是可以新盖10座台北101耶 这很恐怖吧 而且连台政部啊 也在公布去年的税收啊 还超增4000亿 也是史上最高 感觉好像是在说自己的 自己好棒棒的炫耀文耶 是啊 这样是没这样讲 我也在新闻上看到 行政执行署连民众这个化疗 连已经在化疗的救命前 还有还有还有 现在不是有疫情吗 对 疫情的这个纾困金 也被行政执行署扣走 这个这个是 这个是基本生活费不是吗 还有人欠个几万块 连这个上千上百万的这个不动产 也被超额执行拍卖 还有还更夸张的 连祖坟 哇 都在拍卖耶 这个会不会太夸张了一点 这个就是他们讲的 无所不拍无所不卖吗 这个真的是执行无碍啊 爱是那个没有爱心的那个爱啊 也没有良心啊 我们的公部门真的变成了这个追债狂谋吗 的确 这些行政执行官照理来讲 他们其实每个人都具有法律的背景耶 他们应该知道说 执法要雇人权才对 而且法律已经明文规定哦 当有多种方法可以执行的时候 他们要选择对人民权益 审害最小的方法才对 还有呢民众的这些社会福利津贴啦 还有社会补助救济补助金啦 哎这都是救命钱耶 这个如果要强行征收会死人耶 对这就是不能开玩笑 这个不行不行 像刚刚珍妮讲的啊 这个几万块钱就查封人家上千万的房地产 这也是不行的耶 还有像排位啦 墓碑啦 祭祀啦 做礼拜这物品也是不可以查封的 你看像祖坟这些啊 也是不可以查封 行政执行署 现在的作为啊 不但违法违宪 而且还违反国际两公约 你看人死为大 这不是欺负死人吗 这个真的没良心不行不行 太没良心了 执行署呢 不守法也就算了 他还怎么样 违法哦 陷害小老百姓这个才恐怖 基隆呢 有个民众他不过欠个吧 欠个一万八的这个交通罚款 结果呢 他们家价值三百多万的这个主错啊 就差一点被拍卖 全家大小差一点流落街头 然后呢 执行署他要拍卖人家房地产 没有同事当事人哦 连附在这个公文书后面的这个照片呢 都是事后偷偷去补拍的 这根本就是伪造文书耶 我们来看看当事人是怎么说的 我就是那个之前那个 因为一万八的两张交通违规罚款 一万八没有缴 然后在今年二月中旬 接到那个 那个法拍得标者的公司 直接来我家上门说 我们家已经被他买走了 然后我到执行署去确认的时候 他说是真的 后来结果我就问他们的书记官说 为什么你要拍卖我家 通通不用贴封条 让我们知道说我家已经被拍卖了 结果他们说有 一查掉月券 掉卷宗的时候 里面就是没有那个 贴封条的照片 然后到了几个月之后他们秀出照片来说 确定有贴封条 可是里面有很大的疑点就是他们贴封条的那一天 天气是好天气 然后他当初去我家查封的那一天是下雨天 结果证明说他们是那张照片是事后补证的 而且我家邻居的冷气机也是在那个108年才买的 他怎么可能可以把107年的事情结果里面有108年的冷气 我个人是觉得说你身为公家机关的人员你怎么可以说用假的照片 然后去迫害人民呢 那今天要不是那个陈教授来帮助我 以及各位媒体好朋友的帮助 我相信我们家早就这样子 因为一些绩效奖金早就被那个执行署的官员已经拍卖出去了 那因为里面也有许多许多的那个假政的疑点 那一下子在这边真的说不完 所以我今天才会来这边一起来声援大家 真的想要告诉这些官员不要因为一点点的那个奖金 来破坏渐渐渐渐渐的人民 谢谢你们 陈清旭呢他是一个低收入户 平常四处打零工来养活他们一家人 这个阻挫呢是他们唯一可以这样遮风避雨的地方 为什么执行署要欺负这样的一个弱势老百姓呢 甚至还怎么样你知道吗 放假消息哦 在媒体上污止他酒驾 哇还有欠健保费 对还好呢有台大的一群教授啊 一起来救援他 那另外呢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呢 让监察委员来关注这个案子 终于迫使这个行政执行署认错 撤销了这个拍卖 把这个房产呢归还给存家 而且呢他这个案例呢 还因为这样子呢 列为国家文官训练的这个人权教案 大家想想看哦如果不是这个有善心人士的帮忙呢 他们这个后果真的不堪设想是不是要流落街头啊 大家想想看社会上还有多少的人 可能都是这样子呢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官员啊 操弄媒体啊抹黑造谣的下面呢已经含冤犧牲了哦 人民要怎么去对抗公部门呢 这个就好像是小虾米对抗大金鱼一样啊 是不是 对所以呢公部门呢他利用这个公权力他有公器 可以去操弄媒体误导社会大众 然后呢利用这个媒体呢为审先派 为审先派我们千万要睁大眼睛啊 盯着我们的政府啊我们这些官员啊 才不会呢我们都不小心被拍卖被卖了呢 都还在帮人家数钱 是是是 说到钱啊为什么这些官员敢明目张胆 用伪照的公文来抢夺弱势民众的钱的主产 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奖金 依照执行署内部要点规定啊 执行署官员获得的奖励金 跟他征收的金额成正比 换句话说你征的越多 你奖励金就越多 所以呢这种错误呢会诱导这些行政执行官员们 就是利用自己的公权力来破坏人权 事实上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有规定 这些公职人员呢不可以假借职务上的权力来徒利 而且这也违反了联合国反贪腐公约 这绩效奖金制度啊早该废掉了 对啊除了呢行政执行署的这个执行奖金以外啊 另外有个最令人诟病的是什么 税务机关也有税务奖励金 这些都是没有法源依据的哦 这个来自白色恐怖的这个查税奖金啊 查税人员可以从中去分奖金哦 造成什么乱开税单 然后呢民怨日升 早在18年前也就是民国93年 就在立法委员的提案之下呢 把查税奖金废除了 那结果呢后来财政部竟然利用什么方式呢 内部的作业要点借施还魂 每年都编这个上亿的这个税务奖励金的预算啊 今年也有啊 这样的奖励金呢是怎么样 引发这个人性里面的贪婪 也就这个也就是所谓的这个 税务的冤错假案啊 乌龙税单的这个源头啊 我们这些纳税人绝对不能再容许这样子 公务员这样的行径了 我们呢下面也再来一起看看一段影片 那有一次就问那个时候财政部长是张胜和 张胜和就跟我讲说委员 啊你如果都把它砍掉的话 那个没有查税就不足以养联啦 我说我们台湾就是要用查税才足以养联 你看这个是什么政府啊 我都跟他讲说 所以国税局的人看到 其实财政部的人看到我也蛮害怕的 我都跟他们讲说你们国税局应该是要这么做 就是说大家应该鼓励大家去缴税对不对 不应该来查人家的税对不对 你缴比较多的税 我就给你比较多的减免这样才对嘛 但是我们的政府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到我们这个太极门的案件 让我觉得感触非常的深刻 就是说其实好几个这个年度的都已经撤销了 那也都没有去执行了 结果唯独剩下一件 那这一件呢 就表示说我们的行政官员没有担当啦 那我们要这个政府做什么 你本来政府就是要担当 你已经有错误了 你就是自动自为撤销就好了 还要搞到我们太极门的师兄姐 要去拿牌子抗议 然后还要再去就是去申诉 还给我们强制执行 这样子哪有符合人权啊 完全没有对不对 什么人权都是骗人的 所以我觉得说蔡政府 就是我们蔡总统 在这么大的名义之下 其实针对太极门的案子 其实应该要做出一个 让人家觉得很敬佩的一个决定 用政治的力量来处理这个案子 因为过去就是用政治的力量 来干预我们太极门的案子 对不对 所以现在要用政治的案子 还我们太极门一个公道 所以在今天这样子的一个日子 我们也是呼吁我们的政府 应该要正视这样一个问题 针对太极门的案子 其实很简单 做错了 政府就勇于承认错误 就撤销 这种奖励金也好 刚才那个所谓华丸奖金也好 多种制度都不合理 其实公务员你办案 你一些查税也好 但是本来你的职务 你怎么可以说你职务 你从你的职务里面去抽奖金 大家懂意思吗 你有薪水 我再给你薪水 那你表现良好 烤鸡可以打好一点 比如说你表现良好 烤鸡打好 他就有烤鸡奖金 这样就很好了 你为什么还要给人家 从你们去抽成呢 这个制度本身就是 非常不公益的你知道 想想看 辛苦缴的税还要被从中抽成 身为纳税人的你可以接受吗 像刚刚影片中提到的太极门案 就是一个典型的受害案例 像太极门案其实是一个 很单纯的气功武术修行门派 然后呢这个案件呢 说实话就是源自于民国85年 这个检察官侯宽人呢 假借宗教扫黑的名义 然后进行整肃迫害 到了96年的时候 最高法院已经三审确定无罪 而且无欠税 可是国税局呢 竟然无视判决结果 继续以起诉书为依据 违法强征科税 而且呢还在109年的时候呢 手持一般联手这个行政执行署 把太极门的修行圣地 违法拍卖收归国有 现在呢我们再来看下一段影片 这个三宅更便宜 这个是空间的 这个是空间的 说明了 它是空间的 这是空间的 两宅 是空间的 这些 这些 有点 这个是空间的 南南水 這是地號 這一點 最一點 到南國已經不知道 來這一塊地呢 大概我來了也十幾年了 這一片山林對我們也是有很多回憶 從五十幾歲到今年七十歲 也整整走了十幾年 我今年已經七十六歲了 等於是從六十五歲就開始參與這個工作 那時候剛來的時候 我看到這些師兄姐年齡也都比較少一些 然後她願意來這一邊 那我看到說我們有這麼大的一片的山地 竟然沒有辦法好好利用 而且才知道說國稅局的狀況 八十五年十二月十九號 發生了太極門案件以後 我才知道師父有這一塊地在這邊 曾經聽師父講說 有計畫要在這裡蓋一個太極山莊 讓所有的地址在這邊可以修行 聽師父講說要蓋一個武術學校 沒想到這一塊地就被整個國稅局凍結起來 凍結到現在 當初來這邊覺得這邊好山好水 就被國稅局這樣子扣押 就覺得這個是不可思議的 我們上去看了以後 整個是很荒廢 真的是很荒廢 人已經 人車已經 很多地方都已經沒有辦法到達 很多的那個財業道路都崩壞 因為沒有人去使用照顧它 國稅局一直想要拍賣我們的土地 但是我沒堅持一定要見見 所以我就一見一見地去孫情 每一見來這邊見見才知道 哇這片地在這邊 然後路又不好走 那個時候最密集的時候 一個禮賽才有出 大概見見見的數年都還沒有結束 到現在都還繼續在文國稅局拉扯 我說話 那時候脫肥那時候逛逛 因為本來就碰不到 他還要拍賣我們的東西 所以說我非常的生氣 這明明是政府的錯誤 要由我們來承擔 所以說我就覺得我們政府非常的不公平 哪有政府 國稅局那麼壓霸 明明這個事情早就法門公道了 為什麼國稅局一次的錯誤 造成我們現在很多東西都不能動 一個政府的理想 在太晴門事件發生以後 沒辦法去實現 真的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那也讓我覺得說很心痛的一件事情 法院交通的這個法院 三審經過十年七個月 都判太晴門無罪無稅 無違反事件寄存 但是國稅局獨獨的都還不願意把這個 凍結的這些資產撮銷 最高法院的判決就等於是聖子一樣 全國的老百姓公務連累都要遵守 為什麼獨獨可以 國稅局可以不遵守最高法院的判決 師傅二十幾年來都還願意這樣子 慢慢的去跟政府再打交道 但是捐著當然就很辛苦 捐著練功 大家一定要有這個耐心 所以怎麼辛苦要做 我們應該想辦法一定要解決掉 我們才有辦法把派籍們的精神 再發揚廣大 我們一定要捐衛這個福利 我們要保護我們的家 所以他們只要每次說 我一定都會到 跟師兄師姐乾苦一共 共同把我們派籍們的家園 然後把它焊了 這個影片裡面的拍攝地點 就是太極門在109年 被違法拍賣 收歸國有的修行道場預定地 太極門這個案件 已經受到國際人士的關注 他們從這個案子裡面 觀察到台灣少數官員 這個貪腐的問題 已經不只是內政的問題 它涉及到的是一個人權的問題 你剛剛看到 影片中有看到 像太極門師徒 他們受到的侵害 其實不只是財產權而已 而是他們每一個人的修行 追求這個心靈成長的 這個信仰的自由 還有文化生活的選擇權 都是被剝奪的 這種信仰人權 其實是一種普世的人權價值 尤其是在國外人士來看 他們覺得說這個東西是非常重要的 他們也非常的重視 然後所以這個案子已經 國際非政府組織已經 把太極門案 適度送進了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也有25個國際人權專家 一起聯名寫音給小英總統 要求解決太極門案 我們來看兩段影片 這個分別是國際跟國內 這個兩個專家的這個觀點 那我現在來講 宗教抹黑政治整數到平安 25年來 其實我們只有判定真跟假 其他都不要假 根本不是稅的問題 稅根本沒有 沒有政績 61萬的這個存摺的本質 怎麼可以編出來30億的稅金呢 這個是什麼的 五千倍 這從頭到尾都假 我們開始來看 這從頭到尾都假 第一個假呢 就是用黑寒 黑寒就是造假的啟動點 告訴你 黑寒造假現在太極門 那個苗栗的50筆土地被贈收以後 這些黑寒檢舉人 還在領檢舉獎金啊 第二個就是變故事 就是黑箱變故事 自己在下班 侯寬人在下班 自己才是黑心的人 自己黑心的人 看別人是 宗教是黑的 其實是宗教某黑 竟然寫成宗教少黑 所以在編故事 編什麼樣故事 編 竟然可以 唐木劍養小鬼 就是用十指架去養魔鬼 有沒有可能 不可能 這個下白王 再來呢 先媒體後施法 透過他的應用媒體造假 所以1219當天媒體就一起來報導 所以媒體是台灣的亂言 因為他沒有靈粉 再來這假的 檢舉人 蔡佳龍 王培傑 賈建立 這些都是假 然後呢 政治整順抹黑 就像冠狀病毒一樣 傳染病毒抹黑你 然後害你 然後呢 破壞者呢 有 ABCD 手腦 手腦 就是 當時1996年的總統跟副總統 他們互相退責任 總有一個 副手腦呢 就是部長 廖正豪 再來呢 破壞者 頭寬人算是 功績是 第七級的 再來執行的人呢 就是稅立 警察 還有賀槍實彈的人 這些人 把一個台灣的民主法制在1987前年以後 1996年12月19 竟然可以玩這種故事書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 現在一個一個拆穿 全部是假 所以 稅單 也是假的 稅立 根本沒有任何調查 這個死業生 然後呢 死業生稅立呢 在1997年4月9號為證 然後呢 死業生呢 也沒有做任何東西 當時 審查 二科三科 根本 沒有去查 用後來超法務部那調查集 台北市調處的筆錄 所以這整個都是假的啊 從頭到尾都是假的 沒有一個是真的 2020 is a classic tale of corruption Why did the tax bureaucrats and the enforcement bureaucrats act as they did? Because of a peculiar Taiwanese system denounced as immoral by leading scholars in Taiwan and internationally whereby they get bonuses based on tax bills and enforcement So the system creates a monumental conflict of interest Unless the bureaucrats are all on angels the system also becomes a machine to generate corruption It is a general principle that corruption is an internal matter of the states They should spot it, punish it and rectify it International bodies and other countries can offer suggestions and even shame the corrupted states publicly but they cannot intervene However, human rights are a different matter The United Nations,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ndividual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have recognized that when human rights are violated this is an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problem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individual states have both a right and a duty to intervene 剛剛陳志榮教授有提到 太晋盟案並非隔案 各位觀眾,我們每個人都是納税人 今年又碰到台灣的選舉年 廢除税務獎勵金跟執行獎金 是非常重要的法税改革重點 唯有去除這些漏席 才能夠要求執法人員依法行政 我們的人權才能夠受到保障 經濟也可以持續的成長 人民永遠是國家的主人 不是選舉的時候才被奉為主人 請大家告訴你們選區的候選人 務必要支持法稅改革 我們才要投票給你 不要只是被政府光鮮亮麗的政績大內宣迷惑 我們一起來監督政府